欢迎收看总编辑时间 我是洪淑芬 在今天为您邀请到的点评来宾 是中国时报社长王美玉 王社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晚安 这个星期在台湾的焦点话题 就是前行政院秘书长林毅士 他涉入了所谓遗云的事件 麻政府口径一致的 不只是多次对外主动说明 而且把原定在18号才要举办的 中央年证会议提前到了今天下午 这一连串的动作 不只是宣示肃炭的决心 而使有把这个林毅士事件 当作是机会教育的切割用意 我们就先来看看 麻政府的危机处理方式 议会会后记者会 不等媒体发难 发言人主动转述 院长才是 谈的还是林毅士 所有公务人员呢 都应该引以为鉴 实时替立自己 落实总统 不愿贪不能贪 不必贪不敢贪的 廉政四部要求 所惠风暴已经 摊在阳光下 马政府没有家丑 外扬的顾虑 今天下午呢 要举行这个中央连政的汇报 那么这个汇报的时间 是有更改过 那么这一次 这个会议的时间呢 其实是比原来预定时间 要提前 如果开廉政会报 能够以这一个震撼人心的案 作为维护马总统 澄清励志 贯彻联能的重要的一个 再出发的点 那它就具有意义 我想不应该只是开会而已 中央连政会议从18号提前到5号下午 7号马总统和陈冲 还会共同主持反贪腐座谈 服务同调 林医师涉贪是机会教育 连先前两度 陪林医师开自清记者会的 习政院发言人胡又伟 也很怕 没被当成自己人 那我到现场并不表示 我挺或不挺 林杰秘书长 坐下来以后 我只讲了一句话 现在由林秘书长跟各位说明 我从此就没有再发一言一语 两次记者会都是如此 我甚至面无任何表情 利用院会记者会高声澄清 胡又伟还在脸书po文 6月27 28 陪林医师出面说明 是尽忠职守 不是悟性谎言 服务上相像一条心 切割干净 汉污危机才可能转变为 速摊转机 马政府这一连串的速摊决心 速摊的转机 是不是有一点慢了 这把火已经大大烧烧了 马政府引以为傲的连能施政 那么社长怎么看待 这次马政府的危机处理方式呢 我觉得马英九第一个 他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他其实不应该是 人家拦路的时候 你来讲说我很抱歉很遗憾 他其实应该就这个 这么大一个危机 公开正式的召开一个记者会议 向国人道歉 因为为什么 常常有人在讲笑话 就是走了一个坏蛋来一个笨蛋 坏蛋指的是前总统 陈水扁 陈水扁 他贪污 他是很坏 污了很多钱 笨蛋就形容是马政府 马政府行政效率很差 施政能力很糟糕 尤其他这第二任才刚上任四个月 就搞得这个民调打到趴 我们中国时报大概十天前的民调 他已经掉到18趴 那时候还没有灵异式事件 今天有最新的民调出来 大概剩15趴 所以显然就是说 马政府就是说 他必须正视灵异式事件 带来的一个很大的震撼 是为什么 如果你的施政效率 被人民备受质疑 不看好的时候 人民托付的唯一的就是说 走这个坏蛋来个笨蛋 我至少还可以期待这个笨蛋 有一点点清廉 这个笨蛋是以清廉致辞的 那么为什么 他用人会思察到这个地步 因为大家都知道 林毅士跟马英九关系不错 你看他用摩托车 载他这个画面不断在播 他从大党边 到国民党的副主席 到这一次落选之后 拔着他当内阁的秘书长 这个秘书长可大可小 如果院长冲覆授权 真的很大 所以林毅士会赶在 这个录音带里头被曝露出说 他讲得这么大 就是说 行政院只有三个人上班 我是其中一个 院长之外 另外一个章是我盖的 所以马英九他必须去了解 为什么他会用到这个人 你用这个人的时候 你没有去打听吗 你跟他这么久 你不晓得他的风平吗 像邱毅委员就讲说 在中南部大家都知道 社会 他当然是马后炮 社后诸葛亮 但是毕竟就是说 以马英九这么青年支持的人 你怎么会纵容一个人 放在你身边 还坐这么大一个位置 他出了这么大错误 你连一个正式的记者会 道歉都没有 第二个就是说 行政院今天提到说 好我要召开一个 连政什么委员会 树摊委员会 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会 这个会本来在18号 你提前 今天下午会不会太仓促 你要做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喊喊口号 其实从中刚下脚料这件事情 爆发出的危机 你可以好好去查 我们国营事业里头 有多少是垄断性的事业 有垄断性的利益 是被这些立委或是说商人们 有机会去做勾结 甚至政府的高层去勾结 我举个例子来讲 过去钢铁的价钱非常高的时候 你不要讲下脚料 当时你要买钢材 你这个钢的材料 因为分配不均 很多商人是捧着cash 找关系走后门要去买 因为中刚出不来 那个料是有限 买方的市场太大 所以都会这样子 更何况讲下脚料 是把垃圾变黄金 有这么多人在希望 寄予这一个好处 这个商机 所以最后说 马正文应该去看 国营事业里头 还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 这么好赚的 你的立法委员里头 除了所谓的 合法的政治献金之外 比如选举要花多少钱 他钱从哪里来 如果除非他是政治世家 真的好到爆 有没有那个炒土 炒地皮炒土地的 有没有那个 这个从化区一化 化下去不得了 利益全部进来的 这个应该是 他既然有一个连政署 也有个特征组 也有个调查局 多管其下 另外一个就是说 去追查林毅市 担任行政院秘书长任内 他批了哪些公文 他退了哪些公文 这些公文里头 有没有玄机 有没有瞧人 瞧事又要瞧钱的 林毅市公开 在那个录音带里头 讲说 这个人事如果不爽 到就给他退 一直退 退到人家公文 上到我们你满意为止 有没有这种事 马总统 你要赶快去查 这个才是说 你处理危机的一个方式 公开向社会 国人道歉 下招罪警 的确你用错了人 他在第一时间 马政府没有公开的 比较大阵仗的 来这个公开向社会 向人民道歉 但是现在呢 在野党民进党呢 这个不认为说 道歉可以了事了 像是呢 党主席苏贞昌就说 整个案子呢 都已经冲击到 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所以他要求的是 马政府呢 应该要改组内阁 不然的话 整个国家呢 会陷入治理的危机 那么社长怎么看待 内阁的改组 这是一个止血的方法吗 那个改组 是不是止血方法 因为林毅是当了秘书长 他是内阁里头的 一个大的幕僚长 出了这件事 所以你觉得说 这个内阁已经被打到趴 他就改组 就会更好吗 不知道 但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当年 陈水平当总统的时候 陈水平发生 红三军事件的时候 又有人认为 苏贞昌应该辞职 他没有辞职 换了屁股就换脑袋 那么内阁要不要止血 当然有可能 如果你改组的时候 你给人家 焕然一新的一个内阁 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你有 又有一点魄力 但是我必须很坦诚的讲 一马政府现在 他民调这么低 满意度这么低 不满意度那么高 人民对他已经不信任的时候 你改组那个 你去哪里找人 一个僵一化 是不是国民党籍 内部都对他充满的质疑 就是说 做一个政府官员 如果在这个 所谓蓝绿恶斗底下 就是说 你要去学界找人 又说他老是 尽情繁殖 好 现在去明代找人 又出了这么大一个包 去哪里找 那你说内阁 比如说也有 民进党甚至喊到说 陈冲行政院长 要不要下台 要不要测换他 那我必须讲 用秘书长这个人 最大的责任 是马英九要负责的 因为是马英九的关系 因为马英九信任林医师 我不相信 林医师 是陈冲自己找人 过去 这个是马英九 为什么负罪大责 过去的行政院秘书长 向来都是以行政院长 他想要用的人为主 因为为什么 对他配合的最好 他幕僚长 就一定要跟他配合的非常好 陈冲是来自于 财经的技术官僚 林医师是来自于 南部的一个政治世家 风马牛不想干 他会被用为 陈冲的幕僚长 陈冲实在是委屈到底了 所以这个责任是 蛮久要扛的 那当然 我觉得我们 政治不要再恶斗 就是说 今天当然我们大家都 睁开眼睛再看 怎么办 林医师这个案 但是如果在这个所谓 全球景气不景气 然后欧债危机 士气的时候 你要换掉一个财经内阁吗 就是说 陈冲有恶劣到这个地步吗 当然划掉他 你也觉得说 好像也没什么 因为背后都是马英九 所以一个有权无责的总统 我们怎么监督他 是不是他必须到立法院 做国情之文的一个说明 这是可以考虑的 不断地在改组 内阁是没有用 因为这个内阁 是因应立法院 21号才成立的 也不过短短三个月 你去改组他 能够直选吗 也不会 因为他再怎么改 民进党都不会满意的 当初用的这个林医师 是不是呢 是有一种仇庸的 那种味道跟形式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国营事业 在当以前都会讲说 就是在选举之后的 一个重忧的方式 那这次看到林医师呢 他说这个内阁人士呢 他怎么样 他不想要 他只要退回去 退回去 好像他就是一个很大咖的 这样子 那结果这个事件之后 国营事业的人士 将来这个机制 还会更透明化一点点吗 国营事业的人士 向来就是政治力介入 政治的黑手 永远比专业来的大 陈水扁时候 用了一个中刚董事长 很有名 林文渊 后来还涉及到 是不是用买豪宅洗钱 后来证明没罪 所以我觉得说 那林文渊那时候 大家都知道 是阿扁的一个 就是说选举时候 很大一个财务幕僚 所以 的确 就是说 人是不是格 是一回事 但是政治凌驾于一切 国营事业 就是说大家都在想 中刚明明是上市公司 已经明硬化了 怎么还会搞成这个样子 因为他有两层的工库 因为他的董事长 总经理的人士 还是要去 由行政委来官派 所以 如果 真的说 大家有心 要整顿国营事业的话 我觉得 就是说 真的朝野坐下来 好好去整顿国营事业的人士 是不是适度的 全面明硬化 透明化 我们举个例子 你说中油 台电 难道没有酬庸楼吗 中油台电 他们是独占事业 台电里头有 我们这次因为油价商长 我们才知道 他有很多的民营用电 民营电厂 他的价钱高得离谱 那个约是不合理 不公平的约 我们也在签 为什么 涂利那几家 为什么涂利他们呢 因为这些人 都是从台电卸任下来之后 他们又去那边去 做那里的负责人 做领高薪 所以今天有报纸讲说 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 整治贪污的人不够 我们人很多 我们有调查局 我们有特征组 我们有连证署 所以要整顿国营事业 的确要下定决心 但是我是觉得说 蓝绿都执政过了 这个问题 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而且更何况 立法院立委们 你们难道 没有从国营事业里 拿到任何好处吗 不然那些国会联统人 那么辛苦在干嘛 好我们就看到特征组 现在目前正在调查的 就是整个林医事事件的 这个事件 那其实这个事件 可以说是霍言他的亲人 包含他的母亲 沈洛兰 他自己爆料说 他有协助儿子洗黑钱 而且昨天 把这个1800万元的现金 直接从这个自家的水塘里头 捞出来 然后带着这些现金 北上向特征组来投案 但是行贿的业者 陈启祥 他就说了 当时候他是用美金行贿的 可是你拿来了 怎么会是新台币呢 难不成说这些是另外的案子 有可能 你会觉得这个很事成相似 当年扁案发生的时候 有那个行李箱 也有那个水果礼盒的 那个水果的纸箱 都是cash 然后拿着那个行李箱 还有人伪装 然后从那个保险库里头 把那个所有行李箱拉出来 全部都是cash 有人说到总统观点的时候 闻到的是钞票的味道 我想 我相信 就是说 这只是冰山的一角 到底还有多少案子 不清楚 当初他会用一个美金来行贿 美金算起来在190几万 台币就要6000多万 那体积大小差很大 那今天听说在 不管在他们邻家亲人的保险柜里头 他妈妈的保险柜里头 有2700万 那今天还有一堆钱 1800万是丢在池塘里头 然后再去把它捞下 所以这都是 目前看起来都是台币 所以我相信 应该不是只有这个案子 但是还有多少案子 那当然要看 林医师他的 忏悔的程度 他知道他 他第一天又说 没有你让我一刀斃命 第二天又说 我对不起大家 我做错事了 我觉得坦白从宽 很多事情可以认罪协商 他必须要 看他的亲人 看他的自己 他也不过40多岁而已 必须要就是说 是不是当初鬼迷心窍 不知道 但是事情这样做了 我觉得他应该有担当的 把他交代清楚 我相信 他不可能把美金又换台币 所以应该是还有其他案子 好 这整个事件发生之后呢 是以前追人 以前来追逝 其他的立委 就是说他提到了 要把钱分的那些立委 现在应该是 非常的担心 那当然 还有包括中刚内部 有没有问题 就是说 因为林医师的 打通关节 他不是有一千万 就当公关费吗 还是说这些钱 都是他自己占为己有 到底有 这个集团有多大 牵涉的人有多少 今天秋意又爆料 所以又跑出一个蓝路湖 原来林医师落选了 别人要做这个生意 所以不让林医师做 那林医师硬是要 还是要借事借断 要这笔钱 所以让这个姓陈的商人 很不爽 才来爆料 所以我觉得说 对这个 不管蓝绿的这个情况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 选民服务跟行贿 勒索一线之间 灰色地带非常的大 做立委 你可以有政治现金 做行政官员 你不可能进行勒索 政治现金如果有 对价的行为的话 那就是一个贪污 好 整个案子 现在可以说是 它的层级 还有它的范围 是越来越大 那么现在特征组 也持续在调查当中 不过等一下回来 我们持续要来关心的 是两岸七年世代 现在对两岸关系的 观点差异 等一下总编辑时间 我们要继续点评